其實我們要做出來的結果 今天的範例主要就是說 要不就是說你用這種批次的 批次的話比較簡單 因為它只要什麼 輸入一個範圍的公式就OK了 那比較難的就是說你要一個一個帶資料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邊一個要帶資料的話 有沒有就像我們剛剛做的 那當然最早就是以前的做法 如果你不寫VBA的話 你變成你要預先把公式藏在背後 但是這種方式會造成你的檔案龐大 執行效率低落 如果你的檔案越大 那不得了 那真的是會越跑越慢 那用這個方式的話好處就是怎麼樣 它可以直接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而不是預先存在背後 所以其實並不會影響你的執行的檔案大小 跟執行效率 而且其實跑起來還蠻順的 OK所以剩下的部分的話 我想請各位就自己做 最後我們好像有做了一件事就是清掉那個吧 它會把資料順便也幫你把它帶 對嗎?幫你delete掉 但是現在有一個 這也不算缺點 如果你兩個不行 就是大於1的話 一個可以 但是多個好像不行 所以如果多個要可以的話 那你可以再問TRAGB怎麼寫 OK 不然的話這個沒完沒了 那好處就是說 以後的話你就向下拉 自動帶出資料 擠欄就擠欄資料 所以之前蠻多人 每天都在想說 如果我今天填了一個什麼資料 自動把其他資料帶過來的話 那會方便很多 那其實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解決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題目 所以這一題的話 我們就把它存檔 記得喔 存檔的時候 因為有VBA嘛 所以記得呢 存檔的時候 一定要啟用聚集活躍部 把它存檔 把它蓋過去好了 OK 這一題就把它ending掉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其他題 再來請各位幫我打開這個 人事資料分欄 因為前面的練習題 基本上都會用到一個函數叫VLOOKUP 有沒有 VLOOKUP的話呢 它基本上 就是幫你查第一欄的資料 把其他欄資料帶回來 有沒有 但是呢 這一題 請各位看一下喔 這一題的話呢 基本上要做什麼 這個是B欄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喔 D2到哪裡呢 D2到G9有沒有 這個範圍資料喔 其實是把 冒號後面的資料嘛 把它搬到 把它複製過來 但是原來是縱向對不對 那我希望呢 把它變成什麼 橫向 有沒有 1234 1234 下一個一樣 有沒有 這個是這一個 這個是這一個 1234 1234 所以呢 等於是喔 本來是B欄 縱向的四個 要變成橫向的 D1FG的四個 OK 那當然呢 請你把這個範圍 D2到G9 按疊 1 那待會兒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呢 請你把 B欄喔 從B2 Ctrl向下 應該到33吧 B2到B33 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直接幫我把它變成 橫向四個 D2到G9 有沒有 並且把貿號 前面的資料 把它去掉 欸 那怎麼做 OK 當然啦 方法很多嘛 不過呢 第一個 你說老師 我會用X路函數 用V路函數 很抱歉不行 這一題 V路函數 絕對也是沒辦法 欸 那其他 如果說不用V路函數的話 大家知道 在檢視與參照裡面 大概有別的啦 有沒有 像Index Indirect 其實有可能可以 Index 應該是個OK 但問題是Index 要怎麼下 OK 欸 這就比較麻煩了 應該知道這個題目的需求吧 OK 所以等於是 縱向的四個 變成橫向的四個 然後呢 一直 四個完之後 再換下一列喔 欸 那這怎麼做 當然啦 其實以前啦 我在沒有AI的時候 我們真的就是 逐一逐一分析 逐一逐一講解 但是有AI 欸 你會發現喔 哇 真的簡直太幸福了 一下子問題變簡單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問題 丟給那個ChargePT 然後但是描述 可能要描述清楚 我當然描述 我看一下喔 所以你們待會看一下 在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325這一題 好 325這一題 那一樣我這邊有個 AI 的對話 第一個喔 不過我發現實在太厲害了 以前我沒有想過的函數喔 它居然也是OK的 所以第一個喔 我跟大家講說 請幫我撰寫 所以開頭都一樣 有沒有發現我前面開頭 如果要公式 請幫我撰寫 那我的需求是怎麼樣呢 跟大家敘述一下 將 什麼呢 B欄 B2到 當然我野心先不要太大 因為到B3也3嘛 我先不要 我先試做一下 你可以只要把那個B2到B5 四個喔 複製到D2到G D2到G2 OK喔 這樣就OK了 我先做一題看看 試做看看 結果它就給我個公式 這什麼 Transport 這個我其實很少用耶 這應該叫轉次吧 其實如果你不用函數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你這邊複製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把它轉向的話 本來縱向對不對 那你可以貼的時候 用選擇性貼上 有沒有 裡面的話有一個功能叫轉次 各位有用過吧 轉次的話呢 本來是縱向變橫向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貼的時候 就幫你把它 一二三四 本來縱向對不對 它就轉次 這個叫Transport 那可是問題呢 假設一個可以耶 可是如果你多力好像 OK 所以我把它試一下 它這個一個 把它複製一下 所以它的功能喔 就是這個貼 貼上 然後打個勾 OK 但是它一個嘛 所以我貼的話 我應該要把它這樣 我看向右拉可不可以 不行 應該要貼的時候 應該要四個一起選 選一個範圍看看好 Transport好像 有點問題耶 OK喔 好 那當然第一個 它 我記得好像一個 這樣應該可以 還是版本的關係 如果新的版本 好像可以針對正列處理 但是2016好像是沒有資源 我執行一下 它變一個 所以如果要執行一個範圍的話 我選一個範圍給它 這樣還是不方便 OK 還是說Ctrl Shift加Enter 對 旧版的話呢 你變成如果你要執行一個範圍 你不能直接Enter 你變成你要用Ctrl Shift加Enter 那如果新版不用 這有點麻煩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是用Transport 這個 那如果它帶的是一個範圍 而不是一個 你不能 如果你假設直接填一個 它不會直接擴充 所以我做法是這樣 你就直接選四個 然後把公式貼上之後 不是直接打勾 打勾的話只會一個 只會一個 所以如果你要多個的話 你就是Ctrl Shift再加Enter 這個叫執行陣列 所要的執行陣列 就執行多個 它就不會輸出一個 它會輸出 如果你選四個 它就四個 OK 有沒有 就橫向幫你把它變橫向 OK 但問題來了 老師那只有一列 那如果你要多個怎麼辦呢 那我就把問題再丟給它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跟它講說 一樣喔 請幫我撰寫 也是有公式 但是呢 複雜 就是 從B2到B33 就是從這邊到最下 然後呢 複製到D2到G9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不是用Transport OK 因為Transport只能Trans一個 不能Trans多個 OK 所以怎麼辦呢 它底下有個說明 它說 那你這個的話 只能用兩個函數搭配 一個函數叫Index 一個函數叫Column 其實理論上應該有個Raw 有沒有 這邊有個Raw 那這什麼意思喔 其實意思就是說 Index是取得哪一欄哪一列資料 Column的話是哪一欄 Raw的話是哪一列 把這個公式搭配在一起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喔 當然這個問題本來很複雜 但是經過這個ChargeP 幫我產生公式之後 我試一下 把這一串公式 複製一下 這個Index 跟各位講 不需要像剛剛Transport 因為 剛剛的話必須要CtrlShip加Inter 這個不用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公式 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來 試試看好了 貼一個 有了嘛 第一個OK帶過來 那我把它向右 向下 向下應該到G9嘛 所以這邊 你會發現喔 它居然就一次就幫你完成了 這太厲害了 OK 而且我問題描述也沒有非常清楚嘛 很簡單嘛 你看到B2到B33 複製到D2到G9 它就幫我完成了 那其實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邊它用了三個函數啦 第一個函數就是Index Index的話 其實就是第一個是 從哪個範圍 有沒有 B2到B33 第二個的話呢是 這個Raw的話指的是哪一列 那是哪一列的意思是說 這個範圍你要取得 這個範圍裡面的 第幾列 的第幾藍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只有1 那藍的話空白喔 為什麼藍空白 理論上喔 它指的就是說 你要取得 這個範圍裡面的 第幾列 第幾藍啦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 如果取得的話是1的話喔 有沒有 它就把1帶過來 如果2的話呢 那就把第二列帶過來 所以RawIndex決定 它要取得的是 哪一列的資料 那你說第三個參數 為什麼空白喔 其實如果你空白的話 因為就是這一欄 它沒有第二欄 所以就是這一欄的意思啦 如果空白的話 那所以這個的話 我們就完成 利用Index加Column加Raw 如果他自己寫 恐怕應該很困難 但是問題還沒有完成 為什麼 因為我最後是希望怎麼樣 不要有冒號前面的東西 這些都要刪掉 所以待會我會再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把那個 冒號前面的資料刪掉 留下冒號右邊的資料 那應該怎麼做 OK好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以往要做到這一些事情 坦白講真的有點麻煩 自己光想這個公式 用這麼多函數 那就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ChartGP真的幫上很大的忙 你其實跟他描述一下 他就知道了 OK 那當然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可能就是再順便了解一下 他到底用了哪一些函數 OK 試一下喔 好 OK OK OK